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有着梅花路养殖发源地 身容药材集散地 皇家猎场兴盛地的美誉 没错 这里就是西风县 它位于铁岭市东北 辽宁吉林的交界处 因河水溪流物产丰富而得名 徐伟团这次来西风 有一位神秘人物 会全程安排 全程陪伴 据说身份还有些特殊 此刻徐伟团早早就来到了 相约地点北山广场 我们能否和它成功接洽呢 哇 哎 大概练了多少年了这个 这二十年多 两年多呀 我认识这个在网上买的 哦 在网上买的 这个真挺费力气的 练胳膊 技术还可以 比我稍微差点 嗯 唉 哈大 过来上买or了而费力气色 六十多 七十七 七十七 是吧 那差不多 剩下都是我赶车 嗯 赶车 是吧 你拿变的 赶车拿变的 发展了 对 现在这个都作为这个业余生活了 对吧 对对对 啊 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了 业余生活丰富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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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啊 凯歌组业 你们到哪儿了 我们 我们在长白山渔迈 辽宁省最乐的地方 对对对 咱好好说 八熊行啊 我说你们具体在哪儿 具体啊 具体 我们看到西风两个字了 我在这个路的下边啊 你举手示意我一下 我看看你在哪儿 这边 这边 哎呀 终于见面了 见面了 对对对对 你好 你好 对西风非常的熟悉了 对吧 第二个故乡了 是啊 是吧 故乡 那可以 其实说实话 到西风吧 除了想见你之外 那个香菜肚子有点儿饿 那个怎么着 早餐已经提前给你们订好了 这有啊 锅出的听过吗 锅出的没听过 是西风人 就是大多数西风人 都喜欢吃的一种早餐 哦 是早餐 还有叫酸汤的 你们听过吗 酸汤的 酸菜我吃过 经常吃 你吃过 但是西风的这种酸汤 这种做法和口味 你们不见得能吃过 就好吃吧 完全是 你的地方有一定的做法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是吧 是不是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真有点儿饿 他等什么走 走吧 走吧 他都不太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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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去 是咱们西风特产梅花鹿 哎呀呀呀 哎呀 教你呢 教你呢 我没看错 这真是梅花鹿啊 梅花鹿 梅花鹿 你敢把梅花鹿牵出来遛 这是您的 小训出来 从小训出来的 对 这是人家的宠物 对吗 我的宠物 固定的时间 像遛猫遛狗一样 嗯 把这个小鹿 顶到我们广场上来遛 嗯 正常的梅花鹿 是远离人类的 嗯 它天生的胆小 敏感一样 亲近人类 说保护意识也特别强 嗯嗯嗯 现在通过训练以后 它跟咱们走近 跟每个人都可以亲戚 不认识 不认识 对 不认识 也就是现在它能做到这样 亲戚你看 亲戚嘛 亲戚嘛 哎 贴个脸 哎 贴个脸 贴个脸 他一看不认识你 嗯 宠物鹿 谁啊 真好 太可爱了哈 这么温顺 嗯 来 来 亲戚亲戚 不认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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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啊 哎 我们跟小鹿这么有缘 一起来一起拍张照 好 来 拍张照 一 二 三